日前 蜘蛛侠汤姆荷兰德 正在西雅图王牌动漫展宣传 一早向粉丝致歉 因为没有任何蜘蛛侠返校日 续集消息释出 为了防止再度爆雷 他拿出自己在 复仇者联盟3的结局自嘲 我也不清楚这部电影 还有点困惑 毕竟我死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未料 蜘蛛侠汤姆荷兰德随后又说 但是我已经拿到电影剧本了 我真的等不及要读它了 蜘蛛侠返校日 续集一定会很棒的 让我们来期待吧 目前并不确定 蜘蛛侠远离校园 这个片名是不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蜘蛛侠汤姆荷兰德 故意开的玩笑